理工大學事件結束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相信 被捕的大部分是比較暴力的示威者 但如果社會氣氛沒有大變 擔憂暴力情況再現 他又不認為坊間對警隊的不滿 是近半年衝突的成因之一 獨立檢討委員會 不包括檢視警方行動較為合適 警方在里大事件中捕了1,300多人 新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在本台節目講清講錯話 大概800人超過18歲或以上 當中超過500人 並不是大學生 他相信這批人大部分是較暴力的示威者 有份參與之前中大內的違法行為 警方6月到現在拉了近6,000人 遠舊特首林鄭月娥 早前是一個非公開場合估計 最多2,000個激進分子多 鄧炳強說很難確定暴力分子 是否已經全拘捕 因為9月開學之後被捕的學生急升 鄧炳強如果社會氣氛沒有大變 如當年輕人受影響變得暴力 他說會剛柔並制去應對 鄧炳強不認同部分人不滿警隊用過分武力等等 是促成現在局面的成因之一 所以獨立檢討委員會的範圍 不涵蓋警方的行動較為合適 這些是破壞法紀的人或者一些縱容或者去贊成這些暴力的人 當然對於我們的執法會有不同的意見 有很多一些假新聞假消息對我們警方抹黑的行為 這些亦都令到社會上的人士對於我們有些誤解 我認識的朋友就算一些很有社會歷練的人都懷疑 不過他承認就個別事件 例如是7月21號元朗站的襲擊 部分人認為警方處理不好 但強調警察每天要做過萬個的決定 當時已經做出他們認為最好的決定 這些數以百萬計的決定 是不是有些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當然有些情況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監警會就著這個事件進行一個調查 成立的話會不會到時向公眾做一個道歉呢 我想要看看情況是怎樣 現在說的言之上做 如果我們隨隨便便做出你剛才所說的行為的話 我覺得這是令人誤導了我們的同事的一些做法 至於警方上個月在葵方驅散的時候 郵交東警拿著電單車中向人群 鄧炳強承認涉事警員休假之後已經復工 但強調調查仍然進行中 兩者並沒有關係 不存在中庸問題 郭先生 李視頻 陳家音 報導 郭先生 李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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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 李視頻